那走到哪不就得吃特色吗 大家好我是翠华 看后面一寸两个大字啊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当地的那个一寸机场 我们打算出门一趟旅行走 这么忙的时候还有闲心出去溜达去 溜的不是目的 那次是有一个线下的活动 要去一趟看看 这都好有年没出门了是不是 我这拉杆箱都放上故意了 看我们一寸这个小城市人口不多城市不大 但是我们这边是有机场的 整个机场看看老空旷了 不像什么大城市 那个人几人人几人 看白这随便走 有句话说的好 麻雀虽小武藏俱全 完了这回走得拉长打不着飞机的 上回我还能打 他们看到这就是正常飞机 由一春前往广州中度将往沈阳 由一春飞往沈阳的飞行时间 唯一小时20分 现在是下午三点半 飞机已经滑行了 我这边是下午三点半 现在是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已经到沈阳了 完了再坐飞机上网络 这个沈阳中转 在这个机场里面 在两个小时 已经晚上五点了 吃饭 八点多起飞的飞机 快找个地方 吃啥呀 在东北那必须得吃饺子 再点个啥 涛哥说吃这家的水饺 到了饺子馆 人家这招牌饺子三鲜 那必须得在眼上是吧 咱们又看出这个沈阳半鸡架 咱来一个尝一尝 饺子都上来了 这个是下三鲜的 招牌 你给它放点料 尝尝吧 我吃起大 里面有瞎眼的 整个瞎眼的 哈哈 我爱吃饺 出边吃饺子 眼睛好了就好病 眼睛这皮特别好 这下先是这点 太瘦了 快点来这个 这水洋 你半天要睡到要忙 虽然咱不看水洋 是个理由的 这不路过了吗 来我看 嗯 这点挺好 哎呀 它味也挺辣呀 这个 其实我感觉 罗嘴一圈圈也是 但是没有凉拌的 那走到哪 不就得吃特色吗 是吧 对 哎呦我 这牙和手都得着了 我这吃下 没有吃肉 上吃的饺子 下吃面 你说你 下吃的 上飞机也算 上飞机 对 对 对吧 走到哪都吃饺子 套哥的嘴就大呀 一下来干净一个 就换了一个飞机 现在八点半了 我们终于又上第二架飞机了 完了到这个 广州都是12点多了啊 第二天了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空姐都特别瘦 它是不是可以给这个飞机减轻点重量呢 这是我的手机 看几碗用呢 你好 也是 老先生给你几碗用 鸡肉土豆 鸡香榨菜肉丝 还有个酸仔小面包 还有个花生 还有个榴莲饼之类的 完了还来个饮料 现在是零点三十多分 12点半 多一点 这下我刚下飞机 完了赶紧去找个宾馆 这个飞机 更棒 现在已经一点了 一定有点 我记住了闪眼了 这全是等输车的 抬了二十多分钟 哈哈哈 黄大楼就你下 你坐飞机的入战口 那个门那里 排了二十分钟的车队 结果这个 我们订的酒店和这俩比较近 出租说司机说的 都拉了两趟战活了 今天晚上就没有太多的营收了 完了就是劝我们那个下来 完了做那个酒店的一个 爸爸 我们也得找地上 哎 哎呀 可下的 到那个宾馆了 胖子 两点零九 哎呦 我真的不用睡了 看 这家我从下午的三点半坐上飞机 到凌晨 两点零九分到宾馆啊 还能休息几个小时哈 哈哈哈 抓紧睡觉